第1个方面就是关于windows电脑安装hyperway这样的虚拟机平台的方法 第2个方面就是在我们hyperway上安装s.os做旁路由 第3方面教大家如何设置s.os以及实现外网共享网络 我们先了解一下旁路由的基本原理 那么我们的旁路由是通过旁路由的line口接到我们的主路由的line口 这样呢其实我们的旁路由也相当于我们主路由下的一个设备 虽然我们称它是旁路由 但是它没有分配IP的功能也就是DHCP的功能 那么关于DHCP的功能呢还是由主路由去分配的 所以说严格来讲我们的旁路由应该叫做旁路网关系统 也就是说我们某一个设备或者是所有的设备都是通过这个旁路由的网关 然后再反馈到我们的主路由来 当然旁路由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 但这期我们不再多讲如何在windows电脑上安装hyperway这样的虚拟机平台 hyperway呢是windows系统私带的虚拟机平台 它支持windows10或者是11系统专业版企业版教育版都可以 唯独家庭版不可以 如果你是家庭版可以升级为专业版进行测试 另外我们也可以在GitHub上寻找一些更换windows版本的一些软件 另外要求我们的CPU是大于等于4GB 首先我们点击桌面的开始菜单 我们点击这个设置按钮 然后找到应用设置 我们在右侧可以找到程序和功能这个选项 然后我们找到左侧启用或关闭windows功能 打开以后我们找到hyperway这个选项 我们一定要把它都选中 包括下面的这两个 然后我们把这个windows虚拟机监控程序平台选中 以及数据中心桥接和虚拟机平台这两个选项也选中 选中以后我们点确定 这时候你的计算机会要求你重启 那么你就等待重启一下便生效了 重启以后我们可以在开始菜单的搜索栏看到我们的hyperway管理器 打开以后它是这样的 那么它是一个虚拟机的管理平台 那么我们还要用虚拟机的系统安装的上面才可以运行 那么我们平时说的软路由的固件 包括is.os openwrt 还有爱快等等 这些固件其实都是Linux系统 所以说我们可以把这些固件 直接安装到我们的hyperway管理器里面 所以说我推荐is.os这个固件 尤其是新手和小白朋友 我们点击固件下载 然后我们找到我们要下载的固件 现在我们的电脑主要以X8664位为主 所以说我们选择X8664 我选择最新版 我们看到它是IMG格式的 同时是以压缩文件下载的 下载以后我们得到这样的压缩包 我们需要把它进行减压 减压以后得到这样的一个文件 因为IMG文件是我们安装物理机使用的文件格式 我们需要把IMG这个文件 转化为我们hyperway可以识别的虚拟机文件 那么我们hyperway识别的虚拟机文件是VHD类型的 所以说我们需要一个转化工具 把IMG格式的文件转化为VHD格式 我们可以使用StarWade旗下的相关软件 找到StarWade的官方网址 我们点下载 我们找到StarWade V2V Convert这个文件 我们点击下载 下载之前它要求你输入自己的邮箱 以及简单的名字 提掉以后 我们可以在邮箱收到下载链接 下载安装以后 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快捷方式 我们打开它 打开以后 我们选择本地文件第二个 然后下一步 在这儿我们去选择刚才下载的IS道的固件 也就是IMG格式的这个IS道固件 点击打开 然后点击下一步 我们继续点击下一步 在这儿我们要选择VHD格式 对于潘露优的固件 我建议大家使用Hyper-V 然后点击下一步 在这儿我们末类第一项即可 点击下一步 然后这是生成文件的目录 我们可以随意的选择 选择以后 我们点击转化 转化需要几秒钟的时间 我们点完成 然后我们就可以得到VHD格式的文件 这样我们的Hyper-V 就可以识别这种类型的文件 那么我们的IS道固件格式 转化好以后 我们需要打开我们的Hyper-V管理器 这时候我们应该安装虚拟机了 首先在安装以前 我们要进行一个网络虚拟交换机的设置 我们点击右侧虚拟交换机管理器 然后我们在左侧点击新建虚拟网络交换机 然后右侧点外部 点击创建 这时候我们要给我们的交换机进行一个网络命名 比如说我起的名称是烂巴巴 然后下面我们选择外部网络 在这个下落餐单里 我们选择我们物理机的实体网卡 我们家中多数电脑使用的是单网卡 所以说我们直接选择我们这个物理机的单网卡即可 如果说你有多个网卡 那么你也可以选择7X的网卡 选择以后我们点击应用 这时候呢 它会等几秒钟的时间进行一个适当的配置 这个新建的虚拟网络交换机 它的用途呢 就是帮助我们给我们的虚拟机进行一个外部网络的连接 它是通过我们物理机的这个实体网卡进行一个网络的共享 而实现一个外部网络的连接的 创建以后 我们点确定 这时候呢 在我们实体电脑的网络适配器当中 应该能够查到我们刚刚建设的这个虚拟的网络交换器 我们点击内容栏右下角的网络连接这儿 我们右键点打开网络和英特设置 然后点更改适配器选项 于是我们看见这儿多了一个网络连接 这个链接就是我们刚刚建设的那个虚拟网络交换机 它的作用就是它和我们物理机的实体的网络连接进行一个网络共享 这时候我们点击我们实体的以太网的本地连接右键点属性 我们可以看到在选项卡上有一个共享的按钮 点击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共享允许打上对沟 记得这两个都是显示对沟的状态 点击确定 这个时候呢 就是说我们的本地以太网和我们虚拟机的网络这个连接是共用了一个实体的网卡 共享以后我们再次点击右键点属性 然后我们发现这里面的很多选项已经不允许我们更改 比如说我们找到IPv4点属性 这时候是暗色的 我们无法进行一个编辑和查看 这说明我们本地的以太网的这个连接已经被我们刚才建的这个虚拟机的网络链接所替代 所接管 那么下面我们看第二部分 在IPv4上安装F到OS做旁路由 好 那么我们去创建虚拟机 来到IPv4管理器界面 我们点击右侧新建 找到虚拟机 然后我们点击下一步 指定名称和位置 我们起一个名称 比如说is.vpa 这个名字可以随意起 然后我们点击下面将虚拟机存储位置进行一个选择 比如说我选择这个文件夹 点下一步 虚拟机的代数我们选择第一代 因为我们在下载is.这个固件的时候 我们选择的是x8664 如果当初你是选择的x8664 efi这个格式 那么我们可以选择第二代 因为第二代是efi的固件 好 我们点击下一步 这个内存我们墨内1GB即可 点击下一步 在这儿网络配置 我们需要点击选择我们刚才配置的网络交换机 也就是虚拟机的网络连接的适配器 我们选择lan88 点击下一步 我们选择第二项 因为我们是从我们的硬盘进行安装的 然后我们去找到我们的is.的固件 这是我们转化好的VHD格式的is.固件 它就是我们的软路由的系统 然后点击打开 然后下一步 我们核对一下信息 于是便创建虚拟机和网络连接 好 那么我们的is.的虚拟机已经安装上了 那么我们先不要开机 记得一定不要先开机 因为我们还需要其他的设置 如果你点了开机 那么某些设置是不可以更改的 我们先选中这个虚拟机 然后点击右下方的这个设置 在左侧我们先找到处理器 在这儿我们选择2 点击应用 然后我们再找到网络适配器 如果你有多个网络适配器 那么你只选择我们刚才自己创建的 那个虚拟机的网络交换机 也就是网络适配器 我们的名字刚才起的是烂巴巴 不要找错 然后我们找到高级功能 我们点击启用Mac地址欺诈 这个意思就是防止我们的虚拟机和我们的物理机有某些冲突 然后我们找到管理下面的自动启动操作这一项 我们可以选择第三项 就是开机自启动虚拟机的这个选项 另外在这儿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很多朋友虚拟机连不上网 那么我们去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网络连接 那么我们可以看这个虚拟机的网络适配器 如果你这儿显示没有连接 那么你可以进右键点属性 然后我们找到IPv4这点属性 在这儿我们要确认我们是开启的自动获得IP地址 下面也是自动获得DES服务器 这是因为我们的这台虚拟机的网络适配器 它是由我们本地的主路由进行一个DHCP的一个IP的分配 所以说我们要选择自动获取IP地址 否则你的这个虚拟机是无法连网 同时你的本地链接也是无法连接的 试制完成以后 我们现在就可以打开我们的虚拟机了 我们可以进右键 然后点击启动 然后我们再右键点连接 于是我们就能够进入这个软路由的后台 我们点击回车 我们看到这样就进入到is.os的管理后台了 我们输入quickstart这个命令 点击回车 这样就能展示几个功能 首先我们看第0号 我们点回车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软路由的IP地址是192.168.0.102 因为在之前我们已经设置这个软路由的适配器是自动被非配IP的 所以说它的前三段和我的主路由的IP是一个IP段 如果不是 那么你一定要手动把前三段改为你的主路由的前三段的IP地址 那么怎么更改IP地址呢 我们看第1号 也就是第2项 陈直赖IP回车 在这儿我们可以输入自定义IP 输入过程中 值得注意的是 我们这儿前三段IP要和你的主路由的IP一致 那么第4段是自定义的IP 点击回车 然后输入死亡眼码 死亡眼码默论的是2552552550 点回车 这样的软路由的后台关利地址 也就是这个IP已经设置好了 然后呢 我们点击第4号 也就是退出关闭 最后呢 我们不要忘记重启软路由 也就是我们输入reboot这个命令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关闭这个界面了 我们点击上册的这个关闭 关闭以后呢 我们打开浏览器 输入刚才设置的IP地址 就是192.168.0.199 这样呢 我们便进入了这个软路由的管理后台 莫雷账户是root 然后呢 密码是password 登录到软路由的后台 也就是is到os的后台 那么接下来就是关于is到os的相关设置 第一次登录is到os呢 我们首先要点击左侧网络向导 我们这期视频呢 是走的旁路由 我们点击配置位旁路由 然后呢 我们点击第一个自动配置 如果说我们去内 我们的主路由开启了DHCP服务 那么我们可以直接刷新第一项 如果第一步成功了 那么我们看第二项 直接点自动填写即可 然后点击保存设置 一般情况下 我们这样就会自动的设置完毕 然后我们点击左侧的网络 点接口 这个接口我们第一次登录 可能这儿有很多的接口 但是大部分都没有用 我们把其他的全部删除 我们只留一个line口 然后我们点击右侧的这个line口的编辑 然后我们看到是常规设置 常规设置下面呢 我们可以把协议修改为静态地址 其实刚才自动配置 已经把大部分信息帮我们填好了 IP地址是这个 我们也可以在这儿修改软路由的IP地址 修改以后我们需要重启 下次登录 要按你的新的IP地址去登录后台 死亡岩码是255255255.0 这个IPv4网关呢 192.168.0.1 也就是主路由的IP地址 下面这个广播地址呢 这个也是自动生成 你可以空缺 也可以把这个第四段改为255 然后我们看一下高级设置 在高级设置里面呢 前两项是选中的 然后DX服务器我们可以不选择 下面呢 基本上都是墨类的 DHCP服务下面有个常规设置 因为我们的DHCP服务呢 是以主路由来分配IP的 所以说我们旁路由的这个DHCP呢 我们要把它关闭 因为在同一个局域网内 只有一个路由器能够非配DHCP就可以 如果说两个或两个以上 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冲突 我们把它忽略此接口 然后我们看高级设置 高级设置 这儿也是我们把DHCP这一项去掉 然后我们再看IPv6设置 这里边的设置呢 我们是默认禁用即可 然后点击保存 好 我们的接口设置完成以后 我们再看网络下面有一个防火墙 我们点击防火墙 然后我们打开四定义规则 我们需要在这里面加一行代码 我们拷贝这行代码 然后呢 我们拷贝到这儿 这行代码的大体意思就是说 我们的数据在我们的旁路由处理以后 它会有一个自动的数据伪装 让其他人呢 发现我们的这数据还是从我们的主路由经过正常发送的 点击保存 这样呢 基本的设置就完成了 然后我们看服务下面 通常呢 服务下面有这个科学上网的插件 我们经常用的是Passwall 在这儿呢 它没有安装 我们可以去安装Passwall的插件 首先我们点开SDAO 也就是这个商店 然后我们点击手动安装 我们在这儿可以上传下载好的Passwall的插件 这是插件的下载地址 我们选择第二个 下载完成 然后我们去安装 我们点击这儿 点击打开 然后就会显示这样的进程 当这个代码跑完以后 右上角这个红点会变绿 在这儿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我们在安装的时候 我们要打开我们的代理VPN 因为我们的这个SDAO 还没有安装上网的节点 所以说呢 它不能够上外网 在它的功能实现以前 我们要打开我们的V2ray 或者是其他的代理软件都可以 否则呢 我们这个下载安装的过程 有可能会失败 前面一些步骤 也是需要我们打开VPN的 然后我们关闭它 我们再次打开服务 我们看到Password2已经安装上了 打开Password2以后 我们看这儿有一些设置 因为这方面的知识 我们可以在网络上搜索到很多 所以说呢 强哥就简单的为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在这儿点击添加 然后在这儿可以自定义这个机场名字 比如说青心 然后这儿是订阅地址 然后呢 我们点击保存并应用 这时候呢 我们点击手动订阅 回到这个节点订阅 我们再次选择手动订阅全部 于是呢 它就有订阅的信息 还有订阅的节点数 随后呢 我们打开节点列表 在这儿我们便看到 我们所有导路的机场的节点 然后我们再打开机品设置 机品设置里面 我们可以先把主开关打开 然后这儿我们可以选择节点 比如说我选择日北 然后我们点击保存并应用 这个旁路由上网的方式呢 有多种组合 其中常见的就是三种 常用的是两种 我们先看方式一 就是我们的主路由打开了DHCP 旁路由呢 关闭了DHCP 这也是我们刚才旁路由关闭DHCP的这个原因 然后呢 我们局域网 也就是主路由下对单个设备手动设置网关 就是说我们的设备 单独的设备 可以设置网关 把这个旁路由的这个IP地址 作为这个设备的网关 那么以我们这个电脑端为例 我们可以右击下面的这个网络链接 打开这个网络核心的设置 更改适配器选项 因为这台电脑呢 我已经被我们的虚拟机托管 所以说我们点这个网络链接即可 如果你是其他的电脑 就直接选你的本地的这个链接 我右击点属性 点IPv4 下面有个属性 我们点高级 第一项IP设置下面有一个网关设置 我们可以添加一个网关 这个网关呢 就是我们旁路由的IP地址 192.168.0.199 这样呢 就保证我们这台电脑的设备的流量 会经过旁路由 然后呢 我们最好断开一下网络 再重启一下 同理我们的手机也是可以在我们的手机端 进行一个网关的设置 那么我们再看第二种方式 第二种方式呢 这个和方式一是一样的 然后呢 我们在主路由后台 把网关墨类设置为我们旁路由的IP 也就是说 把我们主路由下的所有设备 统一 把他们的网关设置为旁路由的IP地址 具体操作是这样的 我们打开我们的主路由的后台 密码呢 一般情况下是在你的主路由的盒子上面 然后我们找到路由设置 然后我们找到DHCP服务器 在这儿呢 我们可以添加一个网关 就是192.168.0.199 就是我们的旁路由的这个IP地址 DHCP服务器呢 也是选择旁路由的IP地址 第二种方式 它的优点就是我们主路由下的 我们局域网内的所有的设备都可以 不用对单个设备进行网关的设置 这样呢 也就避免了某些设备 无法进行网关设置的弊端 比如说我们的VR 我们的电视机 那么第三种方式呢 就是我们主路由关闭了DHCP 但是呢 旁路由开开DHCP 这个情况下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局域网内 是用旁路由来分配每个设备的IP地址 这种方法也是可行的 但是它有一个弊端 就是说我们的旁路由出现问题以后 整个网络都会出现故障 所以说呢 第三种方式 一般很少有人使用 在这儿不再过多的介绍